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主题 我的花艺之路 我们邀请到林中勇老师 林中勇老师的花艺美学 擅长极简 清新 优雅的设计风格 就像他所创立的CN Flower CN代表的是新疆女孩的名字 进而取温暖的太阳这个意思 因为对他来说 花除了带来视觉美感之外 还多了一层传递情感的温暖寓意 这种追求清新 单纯 也将他的花艺带入了他的美学生活 没错 若不是因为老师对于美的追求 想要做关于美的工作 那你能够想象吗 老师他对于美 对于花 对于艺术这么的有Sense 可是他却是从传播制造系 所毕业的学生哦 若不是老师对于美这么的追求 这个命运的转折说不定就不会遇到了 林中勇老师认为花艺师拥有一个魔法 每个人都是魔法师 因为这个魔法可以让美丽的花朵 变得更加绚烂 夺目 远赴德国进修的老师 他说在德国的日子里面 对他最大的影响 莫过于生活上的生活态度改变 这个改变是什么呢 请让我们观赏接下来的这一段短片 你记得你从小时候 第一次跟大自然结束你玩的那些花草 他那个时候的状态 跟你现在长大之后 想要去花市里面买一些花回来玩 所以那个心情就不同 所以你如果能回到小时候 那个单程就出来了 但是一般人就会觉得 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学 然后我就觉得 那你自己很矛盾 你到底是想要学艺 还是想要让你的生活变美好而已 技巧是辅助你 让你更顺畅 然后更完美 技巧不是最终的 虽然有改变我很多 我以前是用外表看的事情 可能很久以前你问我 最美的是什么 我还是会直接跟你讲 我觉得最美的是什么什么 我喜欢的东西 所以我现在就不会去 对到我觉得最美的是什么 原貌 他的头貌这样子 是本质啊 就修饰已经不是 不是重要要去提的事情 没什么 每次他基本上已经存在的那个经典 然后他已经是有他自己制定出来的风格的时候 不管他流行不流行 他都是美 他都具有美的 只是你用什么眼光 什么角度去使用他 花艺是这样子的 就是花艺在你看见所有的花朵 当他有奇特到你觉得很不可思议的那个 的色彩或者是样貌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去问他的记忆 人应该是去追你自己喜欢的那几个 几样 你觉得深深打动你的那些事情 而不是追一个偶像 然后去follow他的喜好或者是 对观点 或者是如果说幸福 对我觉得逻辑是这样 幸福的逻辑应该就是你 可以很自由的去选择 你想选择的东西 也许会有一天 有可能会在粉丝界看到我家是乱无章法的那个 有可能我都会捧 因为我一直认为 顺应自然的方式是 你敢不敢把你真实 但是你真实 我觉得不难 我自己觉得真实不是一个难的事情 我的粉丝都因为我真实在喜欢我 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是这样的味道 我相信 我相信每一份来自生活的心意 都能留下美丽的印记 接下来就邀请到林中勇老师 如何带我们走入花的世界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陈文倩陈老师 以及林中勇老师 掌声欢迎 各位同学大家好 如果你们上了很多堂课 你们可以做Wetness见证者 我今天穿了一个 很像制服一样紧身的花裙子 或者像我们今天的来宾致敬 结果他居然穿了一身素这样子 非常谢谢所有的人来到我们的现场 刚才我们要上来之前 林中勇老师告诉我一句话 他现在在给很多人上课 他的理念 一句话 哪里有美 我们就去哪里 那人如果可以follow这句话 哪里有美 我们就去哪里 我觉得人生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同学分享的 不只是被称为 两岸最好的画艺大师 林中勇他个人的作品 他可以走到今天 其实是一连串 他人生克服自己的过程 那我想所有的同学 在你们的成长过程里头 都会有类似的关卡 林中勇怎么一步一步跨越的 请坐 谢谢 我们先坐下来 OK 我们下一页 我想跟很多同学分享 他的花有多美 这是一张照片 OK 当然很多人会用什么 世界名牌 Hermes Dior Elli 什么郭台铭 郭台铭就是你客户吗 他有这个taste吗 Are you sure 到现在还是 一直都是你的客户 对 他送花给谁 刘嘉玲吗 他家里 家里自己用 我是在开玩笑的 因为我去他的办公室 是在看不出来 好吧 这是朋友才可以这样开玩笑 然后我是尊敬郭台铭的 OK 再讲一遍 然后富春山居上海的Pakaya 就成为博越 就是最高的那栋大楼 那山井 若若就是江振成在台北内湖的餐馆 对不对 那一些 包括国际五星级酒店 像W Hotel 都可以看到他很惊艳的作品 下一张 所有他对美的东西 这句话 父母给了我一个美好的家庭 我觉得人生很少有不美好的事 所以一个人对美不是才气 是你心中现有美好的feeling OK 身边的人对我影响很大 他们时常鼓励我 你可以的 各位同学 你要不要把这句话写在 你的页面上 很多人的页面上 是一个可爱的娃娃 对不对 什么小魔女 其实就是一句话 你可以的 这是你儿子吗 对 他干嘛戴眼镜装酷 没有 他从小一岁半的时候 发现 他是罕见疾病 近视也 没有 深度近视吗 他是 基因突变 然后他有一个症状叫马帆视 所以他的视力 水晶体移位 然后水晶体移位 造成他严重弱视跟近视 然后后来在三岁多的时候 我们到日本去做 手术 对 然后现在就 矫正回来 就是视力可以正常 但是开始是近视 OK 那你当时有大哭吗 还是你觉得 有 是OK 有大哭 其实 儿子的事情 在我这几年来 有很大的改变 我以前一直认为 我只要把我自己 专心的事情 默默地做 就好了 人生应该是我说的 它可以美好这件事 但是儿子的事情 是我 应该是我最大的一个打击 我以为美好的事 都会发生在我身上 但是 谁知道 这样的事情 在我生命中就出现 然后经过之后 我的信仰改变了 那因为信仰的改变 让我知道 我儿子的状况 是美好的 所以我重新接受了 美这件事 不是你想象中的美 那一面 美是一种关系 美是当你信任了它 不管它跟平常一不一样 那个美都永远存在 下一张 OK 这个不如花语的故事 我们待会再说 只要给大家看照片 再下一个 这是它的花语作品 无尘 OK 这下一个 你喜欢山茶花嘛 对不对 刚才 然后 这是它其中一个 CM Flower的一个作品 紫色的花 配 紫色的 这是灯光吗 还是紫色的墙 紫色的墙 紫色的墙 通常我们都被教导 一旦你配紫色的花 你下面就不可以是紫色 因为你会觉得 哦 那就是一片紫 通常会被这样教导 OK 可是 CM Flower 所以很特别就是 它知道不同的texture 就是你不同的材质 这个东西是一个紫色的墙 然后上面是紫色的花 它反而会更 凸出来嘛 好 在下面 这是你和你的 Parsons School摄影系的太太 对 对不对 再下一张 这是它的花 温暖的太阳 这里头很重要 叫克利比努尔 这是你现在公司的名称 对 然后是一个新疆女孩的名字 对 为什么它如此影响你 它其实是巧合 就是当初跟我的合伙人 在创业的时候 然后我们公司收到了一封信 来自于上海 然后名字叫克利比努尔 寄来的一封信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问说 克利比努尔是什么东西 它说是一个人民 那意思是温暖的太阳 然后我一听到我说 哇 这不就是大自然最向往的 那个自然现象 然后是我们台中 几乎大多数食客都拥有的 对 关到很太阳 所以我们就决定用这个名字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台中式改名 或是一条大街 改名叫做克利比努尔 你们觉得这样会比较有道理吗 好 来 下面再一个 这是他有一年的wedding OK 我刚刚已经告诉他 我跟wedding没有关系 不过我的funeral 麻烦他来一下 这样 一定要搞得跟这个一样漂亮 好吗 OK 下一个 富城山居 再下一个 这是影片 再下一个 我们待会儿再看 这是他们的店 这个 为什么刚好放这张照片 我上次去你的店 我走过来又走过去 走过来又走过去 这个它是十年前 我就一直在看这个化妆台 但是 就是这个化妆台 你店里会有很多东西 我就一直想要买 我还记得它的价格 走过来走过去 走过来走过去 可是我家里实在是三百的东西 没有办法再买东西了 所以呢 我就很记得这个化妆台 就好像变成你的电宝 这样子 下一个 这是他最近的书籍 林宗勇的五星级花品味 再下一个 OK 这是他跟他太太的家 偶尔他们去住 不住的时候 一般人可以去住 那很可爱 他在上面 一个像法国式铜的澡盆 可是其实房子 整个都是旧的 就掉满了这个蕨类 再下一个 你看那个这里有虫 他喜欢大自然虫 都去找他 感谢 都不会来找我 下一页 你看就一个 它的一个 就是一片窗户 然后你就可以感觉到 人生非常美好 再下一张 这是他的摆饰 OK 然后有一些重要的语言 一亭重得怀阴茂 三尽处金贵子方 我们看到那个很漂亮的 奥 上面那个就是姑婆玉 对不对 随便也生了植物 OK 再下一个 这是你在泰台北的演讲 再来 我记得是泰山海 下一张 这是泰山海 再来下一张 你去马云的学校 教他们 OK 再来 再来下一张 OK 这是Shangarilla 秘境婚礼 那上面的是 是你用画拼的吗 不是 不是 那是那个 香格里拉的那个 宗战琳卡的那个字 OK 就是他的字 那这个就是wedding吗 这上面有 就布置了这个 这匹马是 在新娘进场的 那你帮他上了这个花环 对 我们帮他做一个花环 它就是礼车的意思 好漂亮 下一个 OK 印度 再下一个 OK 这就是你在富春山区的布置 对 我记得 他就把荷叶 顺势而为 反正荷花长这样就这样 长歪就长 这边就这样 长那边就让它自动的倾斜 对 我用莲藕做花器 莲藕 OK 下面是莲藕 然后就刚好是有洞 对 OK 再来下一个 这富春山区的 北京医和园 北京阿曼 北京的阿曼 也是你布置的花 对 也是 所以我喜欢的概念都是这样 这是全部都是 红色的菊花 对 全部都是红色康乃馨 康乃馨 像是一片那个北京的红地毯 所以你就让北京的红 配上红色的康乃馨 对 That's great 而且它的感觉不再是北京的那种 狂妄 反而是沉浸的力量 对 在下面 从玉朵花里头找到达love 下一个 在大自然面前 我永远是最谦卑的学徒 再下一个 就照你的心去做 哇 这孤顶花 你全部都是一排孤顶花 高高低低高高低低这样子摆 然后用高的花气 低的花气全部都是玻璃这样 对 就是一般人就是如果一整排 他可能就会去搞不同颜色 对 好 然后下面连蜡烛也全部都是红的 这个太特别了 他把橘子倒过来 对 底下是一个柚子的 的那个 然后上面是荆棘 就等于说都是同类型的果实 那它是不是另外一种美学 对 跟花一样 OK 这是你摆在Fendi 把它做的展览 但很重要的是 你就是用的这个 就一整块的树的质感这样子 OK 再下一张 这也是美 对 OK 再下一张 就各种瓜类 就变成蛋糕 就太适合我了 看了漂亮又不会真的吃 也不会胖这样 可以再下一张 这很漂亮了 对 这是台湾现在的 台湾梨 就是台湾原生种 那原住民现在在栽种 那今年我就用很多材料 那原住民希望我可以把它推广出去 怎么了 它秀动了 来 怎么了 你可以 电脑坏了 来 因为我想让你们在上课之前 先看看一个人 他怎么样可以把各种不同的元素拿来 然后你们不要害怕机器人 你就知道电脑比不上人脑 人脑 电脑做不出这种梨 OK 他不会想象把高低的瓶子 跟固定化所有的红色摆在一块 而且连展示人做的照片 电脑都会当掉 这样子 我们先坐下来讨论 顺其自然 我们等他们把电脑修好 否则同学们会很紧张 我们先来谈一下林总勇 其实我刚开始发现林总勇 他们CM Flower的时候呢 我也很年轻 我比你现在还年轻 当时我大概只有38 岁 39 岁 可是林总勇比我小了17 岁 他21岁的时候创业 那他的店呢 我怎么发现呢 就是我到建国花室 台北的建国花室 旁边就看了一家很特别的店 叫CM Flower 那那个时刻 我刚好在台中的东海大学 美术研究所教课 我回台湾来呢 就故意跳棋般地搞怪 首先我先好像参与了政治 其实我刚告诉他说 我参与的叫民主 后来当民主变成政治的时候 我就离开了 OK 然后呢 我跳棋就是我第一个教课的学校是台义大 我在台义大教的是戏剧系 接着我就到东海去美术研究所 就教仪式 反正我就是要跟人家搞不一样的东西就对了 后来我就去政大教文学院 然后是法古山的人文讲座 之后呢我就去台大的管理学院教课 然后现在就在亚洲大学教书 就让你们知道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请不要把我归类这样 OK 然后那个时候我在东海美术研究所为什么讲这一段呢 有一个学生 然后他有作品在CM Flower的当时卖 他不完全是花店 他卖很多家具 其中他用那个很漂亮的迪化节的花布 其实他的材料很简单 就是一块大海绵 跟上面有一个不错的靠背 然后呢他全部包了花布 他包的花布非常漂亮 我就觉得他很抢眼 我就把它买回家 那是我住在台北市旁边的一个近郊叫关渡 山上的一个房子 然后我刚好把它摆的位置 可以看左边看台北市的夜景 正面看关一山 侧面可以看这个淡水出海口 所以就把那个影子摆在那里 那我觉得那个影子看起来很舒服 那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把它平躺起来 但那个影子很快就被我的狗占领了 因为他觉得那狗太舒服了 最重要的是那张椅子的创作者就是林洪明 所以我突然有的时候会觉得我算是有眼光的人 因为他后来在国际上就大红了 他就是做一整块的大花布 就在全世界非常非常的有名 那所以我在那个时刻就开始跟林泽用他们有一点解缘 可是跟他个人的关系没有那么多 没有什么接触这样 那我就长去CN 长去CN 长去CN 这样子 好 我要帮各位同学问林泽用的问题 我先告诉各位就是说 他其实跟花 他没学过花 他没有上过东海美术研究所 他也没有像他太太一样去Parson 因为Parson是全美国最好的应用美术设计的领域 然后他太太学的是Parson的摄影 有的人学的是Parson的珠宝 有的人学的是Parson的design 通通都有像任想上次来上课的 但他都没有这些training 简单来说 当他要走上今天你所认知的这个花衣大师这条路上 他可能比你们的准备在世俗的观点里头更少 然后呢 告诉大家你第一个工作是什么好吗 我第一个工作退伍之后 我在广播节目的时候跟文倩讲 我退伍第一个工作是那个外务嘛 就是快递人员送货的 那其实我读书的时候第一个工作是摆地摊 你卖什么 卖袜子 买袜子啊 只卖袜子 就一个小提箱 然后里面就大概几十种袜子 你那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小人物 还是你觉得有一天我一定要变成一个大人物 没有耶 只是我知道我一个月可以赚八万块 卖袜子 卖袜子一个月可以赚八万块 同学们你们还在这里干嘛 赶快拿来皮下去介绍卖袜子好了 卖袜子可以八万块钱一个月 对 我隔壁卖衣服的一摊 大概一个月可以赚十二万左右 你们是卖什么东西啊 那个时候台北的宗孝东路上 就一堆都是摆地摊的 还有中心摆货门口都有摆地摊 在中心摆货门口 对 那我们就是其中的 那你自己去挑选货品吗 对啊 所以你是卖袜子里头卖的最好的 还是那个时候大家卖袜子都会赚到这个钱 只有我卖袜子 就整条只有我卖袜子 你就很聪明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我八万 虽然比卖衣服的差一点 但是我一只独秀啊 只有我 而且我比它轻松 大概是这样 我就会觉得卖袜子超酷的 有八万 真的啊 真的 那时候还在读书嘛 所以我就是晚上都在摆地摊 然后上课就在记账跟数钱 然后老师在讲课我就一直在数钱 大概是这样 你们后面在数钱的 有没有人后面在数钱的人 将来会很有出息 这样子 OK 好 OK 下面 下面 然后呢 接着 然后后来就 就当兵了啦 当兵退伍回来之后 就发现 它不是我人生的置业嘛 就是钱不是我最大的吸引力 我没有一次是为了钱 而决定任何的事情 所以我就说卖袜子不是我心中想要 我就当了外快递小弟 就是送文件 那是我会的事情嘛 就用劳力 然后你在快递的时候 你学到了什么 我在快递的第一天 我记得我快递当了三天 就是送文件 第三天的时候下雨天 然后晚上七点钟回到公司 公司还是说你还有还要送 然后后来就拎着于 在送文件的时候心里想 我到底在送什么 就是这个意义是什么 我不知道 然后我就觉得 好像这个工作不是我要 然后我的朋友就说 你都是在送东西 不如有一家花店在送花 也是送东西 你要不要试试看 我就跑去当送花小弟 对 然后你说送花小弟 其实我记得 那个时候花店的人很少 所以每天都在跑殡仪馆嘛 对啊 就要送殡仪馆 送酒店嘛 送殡仪馆 对 然后你那时候的花都很丑嘛 那时候的殡仪馆的花都超丑的 那时候的传统花店 到现在那家花店都还在 就是全台北第一 唯一的一家24小时的花店 现在还在 然后就送殡仪馆的花 送殡仪馆的花 然后 然后 你怎么样从送殡仪馆的花的一个 好 我第一天 第一天上班的时候 我就立下了 这个行业好像 是我想要继续走下去的路 就是因为 其实送花的过程 我一开始也把它想得很浪漫嘛 你看我从送文件转成是送花 那我觉得送花至少很有想象力 我可以送 客户委托 那几乎收花的都是女生嘛 我也是一个正常的男生 所以我觉得 这应该是很开心的 结果是死人的 对 结果居然还有一张 是要送殡仪馆 然后我想说 啊 怎么会是这样 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反而得到 就是送完那个殡仪馆的花 回来路上 我又心里想 我说 哇 原来我送的花 不是只是我想象中的 那个美好的状况 是包括了人生 所有的阶段 都想要收到花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 原来我送的不是花 我送的是情感 也就是说 别人交代我们 虽然我不是插花的花意思 我只是一个送花小弟 但是我觉得 在我的手上 我传递的就是 这个人委托你要传递的情感 那我就觉得 这个行业好有意义 所以这是一个 很大的一种 positive thinking 一个正面思考 有的人如果他一来工作 送的花 第一个不够好看 第二 送殡仪馆 他就会说 我的人生给你冲啥 这你听起来很像 海角七号的开头嘛 对不对 但他不是 他对生命的尊重 然后看到 亡者在殡仪馆里头 然后子女 朋友 对他的怀念 那有些花呢 是情人 有些花呢 是朋友的生日 他就发现 即使 我是在送花 但是我帮所有的人 送的是一个情感 然后 他也没有去抱怨这份工作 在情感的体悟里 所以我常常跟很多人说 人生 是在转念之间 这个转念 决定 你变成一个 很普通的人 还是变成一个 走出特别一条路的人 其实就是这个转念 所以你是怎么转念的 还是你就天生 天意复禀 我从 我从小一直是 不喜欢顺理成章的事 所以我记得 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不在我字典里面 我喜欢做不一样的事 但是我没有 我不会自以为是 去做一个天马行空 什么伟大的梦想 我都是在生活周遭发现 这件事情好像可以这样做 就很好玩 我就会去尝试 那我 我机缘很好 我周遭几乎都会遇到 很多的人帮我 但是我个性 不够大胆 我算胆小 所以我时常听人家的建议 就说你为什么不这样走 然后我就会觉得 我都会听 然后听的时候 就把这个 跟我自己的个性 那我就会 蛮认命地去走 我现在可以走的路 那你看了第一家店的时候 才21岁 那时候离你退伍 跟做花店小提的时间 其实很短 对 那那个店面我很记得 它是在建国北路里头 建国南路那里 那个店面 其实是一楼的店面 而且很高条 而且差不多一楼二楼 所以那个租金一定能卖昂贵的 那你需要胆子大 还有地下室嘛 对不对 所以就讲到这个创业的事情 我胆子不大 所以我的合伙人 他刚好的性格 就是跟我完全相反 他就是胆子大 然后我是男的 他是女的 我是花店上班的人 他是我的客人 所以他完全完全都是跟我相反 所以我跟他相处的时候 时常我都会觉得他很有趣 他时常会提出一些 他说那你这么辛苦 然后你做得这么不开心 就是在现在的工作 那你有你自己的梦想 那为什么不创业 就是都是他会提出这个想法 那我说创业 好像可以哦 那我就想 那开一家花店要多少钱 在那个年代 是二十年前 一家花店五十万够了吧 逻辑上是这样 然后我说五十万 我没钱 然后他说五十万开花店可以吗 他说应该要两百万吧 就是他所有的逻辑都是觉得 他说要开就要开大的店 然后钱就要够多 然后我就说 你讲的我都没有 他说借啊 然后又是一样 反正他所有的题 通通都是一个 完全跟我思考逻辑不一样 但是他都会说服我 他有问我说 而且他就一提 他就说要合伙 不要一个人做 然后我说合伙不是的人都失败吗 所以合伙都没有成功的案例 怎么可以又又 他说看你找的人是谁 他说 然后他周围讲 他说你 我们现在去开这个店缺的不是钱 然后我就心想 奇怪 这个人怎么一直都是讲一些 让我听不懂的话 开店我没钱 他就说我缺的不是钱 他说不是 我们缺的是闲钱 而不是只是有钱的人的钱 就是他有正常的工作 他有一笔闲钱 他愿意投资这个部分 但是他根本不在意 他投资的项目 第一个他不会管你 怎么用那笔钱 然后我说 哇还有这种人 他说有 所以他周围的朋友就有认识这样子的 那他就是股东 那二十年他一直都是股东 那他从投资 这个人投资了三十万 那最后我们用九百万买下他的股份 对 那我也是觉得 他当初只花三十万 我要用九百万 他就说 要不然你是他你愿意吗 那我说 对对对对 他应该值这个 那我就觉得 哇我的人生就有很多很多这种 他有很多很多的观念是让我觉得 好像梦想可以实现这件事情 你不要举你自己的想法 你可以对 所以如果一个人有梦想的时候 你要找到伙伴 这伙伴不是世事跟你一样 最好世事跟你是互补 对不对 跟你是互补 这伙伴现在还在吗 还在还在 他就是你的店长是不是 他不是 他是我总经理 他是你的总经理 对 然后他也是一样 是个女的 女的 很阿沙利这样 很阿沙利 所以你听起来你比较像 一般所谓的阴性的 他像阳性的 对对对 他比较像 对 他比较像是 他比较像是 他就有讲 他说你看 开这家店 然后名都是在你身上 我有什么 然后我会说 不要这样 你就 我赚钱都会分给你 你就这样子吧 他说我不是为了钱 开这个店的 反正大概就会 整只 他的意思是说 他觉得他 让我拥有了很多 我要的光环 那他呢 就大概 我们就蛮奇特的 一种状态 然后 他本来是你的客人 对 他最早是我的客人 他是跟我买花的客人 跟你买花 你本来就 OK 中间有一段你跳过的 就是你本来是一个 在送花的 然后你发现 你常常跑殡仪馆 可是这件事情 没有什么好抱怨 因为你发现 对王者的一种哀悼 其实送的是感情 然后你怎么样 跑去开花店 后来我就 同事有一天 就跟我讲 他说 中勇 我觉得你自己住的房子 比我们花店还漂亮 我觉得因为我喜欢 自己装潢自己的房子 就DIY自己 塗塗油漆做一些东西 然后他就到了 他就说 我的家比花店还漂亮 然后我就心里想 那所以呢 然后他就说 你可以当花医师啊 那我说 那这样我要上课 然后他就说 那你可以去 花医老师 然后我就从下了班之后 开始学花 而且我没有很多的钱 我一个月的 送花小弟的薪水 是两万五千块 那个时候 然后 所以我没有多的钱 我要付房租 然后 所以我就变成是 花医老师的助教 就我不用付学费 但是我每天都一定要到 然后最早到最晚走 我一定要做助教 然后其他 一三五之后的时间 我全部都在成品书店 就是我不断不断地 一直在翻阅 我喜欢的室内设计 跟生活相关的 我就不只看花医的书记 因为我从以前就喜欢这些 然后大致这样 我就开始第二步就去应征花医师 然后那个花店在成品书店的天幕 然后我要应征之前 因为我也没有助理设计师的经验 所以我前几天就先去花店看 那个花店这几天的花财是什么 我相信他面试我的时候一定有个考试 就叫我当下插一盆花 我拆的啦 所以我知道这几天是这些花 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是 课题就是这些花 所以我就开始找书籍的资料 是跟这些花有关的作品 我就背下来 然后去面试 果然他就叫我示范一个花作品 完全都在我掌握内 所以我就做出来了 那我就得到设计师的工作 那我就在那里上班 然后才遇到我的合伙人 他就是来买花的那个客人 来成品花店买花 那成品花店的花很贵 就像我现在的CMFlow一样很贵 所以他就用高标准来检视我 然后他还说我是奸商 我卖他的花不会开 所以他就来跟我吵 就说你是个奸商 所以你们是完家开戏的 对 那我就觉得他很特别 怎么会是这么恰的一个女生 我们就做了朋友 为什么一般人看到很恰的女生 就会很害怕 你还觉得他很特别 我就说我从小就不喜欢 理所当然的事情 所以我一直欣赏的对象 都是跟我完全不同的 他就说你是奸商 你卖他的花不会开 那你怎么面对这个问题 你怎么面对这个问题 我说我不是老板 然后我真心的是一定把我认为最新鲜的花卖给你 我说我没有道理要把不好的东西卖给你 我说这也不是我喜欢这个行业的地方 那他不开这件事情 可不可以晚上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我再慢慢跟你解释就好 没有啦 我就是跟他要约他 晚上出去玩 你当然是想约会他吗 对啊 他曾经说我们曾经交往过 我们是一起创业的男女朋友 为什么这也是你们反应这么激烈 为什么这也是你们反应这么激烈 OK 曾经交往过 然后后来呢 后来你们两个分手以后 他们有拿锅子盘子把你揍一顿 对 我就说 其实我这个状况应该是 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开分享的 但是这个关系很健康 就是我们发现了我们 我专注在工作上面 所以我忽略到一个女生内心想要跟被照顾那一块 而我一直都是focus在 我觉得工作上我应该要去追求什么样 尤其你觉得他已经够强了 对不对 对 所以我反而比较在工作的责任上依赖 然后私底下也会用工作的问题一直在 他说这不是他要的男女之间的关系 所以他说我们应该是要分开 那我那时候也很错愕 就是那怎么办 就是他那时候有说 他就说这个关系他觉得很特别 就是一个人能够一起交往这么长的时间 代表你本性是散的 那不会因为不能相处你就变恶了 所以他觉得你 我还是他心中的那个好人 只是我们不合适 所以我们暂时分开吧 那我就觉得哇 好打击 那暂时分开之后我就住在 住到那个食养三房的那个深山里面 那我就开始慢慢学习一个人的生活 所以我就网路上交往 开始要认识新的对象 那我就遇到了我现在的老婆 条件也好 对不对 什么东西也很好 所以我很快就发现 哇 人生其实还有很美好的那个 所以因为我很 就后段我也很开心 回头看 他也找到了一个网路上 也找到了一个男生的朋友 是我们俩学历不高 就是他的老公是纽约大学的 那我女 我的老婆是纽约Parsons的 对 然后我就发现 哇 跟他相处 跟我现在的老婆相处 我觉得我认真工作这件事情 在他心目中是 他觉得我太 他很欣赏我很认真 因为他处女座的 就是我现在的老婆 他觉得他很欣赏我现在的状况 然后我就跟他相处 诶 怎么完全翻转 就他也跟我不一样 只是他跟前一个这个 和我关系的性格完全不同 那我就觉得跟他好像 感情也谈得很开心 然后他也很欣赏我 就一样的 那他跟他的老公 也就是他完全就是照顾他 然后把家庭做第一 然后把他当小女人的 呵护他 然后他就觉得 哇 他找到一个真正 可以依靠的男生 所以你们两个都在网路上交友 我的天哪 是他介绍我说可以在网路上交友的 所以我也叫我同事都说 你们可以从网路上认识人 我跟你分享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Chris Zhang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我以后会找他来 所以我先广告给各位听 这个女孩叫Chris Zhang 她的全中文名字叫张文轩 我认识 你认识吗 就以前Prada的那个总经理在台湾 后来他去上海做设计师 然后创造了一个品牌叫Posia 这条裙子就是他做送给我的 他多厉害 他以前在台湾结了婚 然后离了婚 有一个可爱的女孩 然后呢他开始做衣服呢 是因为他决定要帮他的女儿 做很漂亮的衣服 他觉得婚姻失败没什么 可是他有一个很棒的礼物叫女儿 然后发现外面的铜装都很难看 所以他就决定要做铜装 刚开始的时候卖得非常好 一场金融海啸 原来美国的Bloomingdale什么什么什么 全部通通都取消他订单 他是Parsons School毕业的 他是Parsons Design学校毕业的 然后他用色非常大胆 然后最近Mac呢 就是很有名的化妆品员 就找他把所有昆曲 跟金句的颜色做成口红 所以如果有一天我来上课 涂上黑紫色的口红 就是他送给我的 那天的来宾就会是他 然后呢前一阵子他就特别 我到上海附近 离上海大概开车两个小时地方 他就特别带了一堆衣服来 包括这条裙子 就是要送给我 然后呢 他其实不是要来送衣服给我 他要来跟我讲一个故事 他说Sissy 你太traditional 说我太传统 我太传统了 他说你这个时候 你绝对不要放弃交男朋友 我说我对男人没兴趣 我老了 我再也不要搞这个事 而且呢 我不适合跟年轻的男人在一起 我只适合跟比我年纪大的 我现在已经快要五六十岁 那如果比我年纪大 我等于是在开毕业馆 因为还没三两下就死了 所以我forget about it 他就说 No you're too traditional 你去网路上交男朋友 我说就网路上交男朋友 OK 他就说you're too traditional 你知道吗 我在网路上怎么交男朋友 我现在出卖他 因为这个故事太特别了 你们现在觉得你们很年轻新潮 对不对 我跟你讲这个女孩故事 他就在网路上交男朋友 然后就一群男的就通通就有很多人 各种不同 那他因为他是从小念美国学校 他英文很好 所以各种不同的老外通通都来 他就写一个message 他就说我想要你们的裸照 哇塞 然后真的就有人寄裸照给他 他就把这些人全部杀掉 不然这些人不是好东西 不寄裸照给他的他才保留下来 你知道吗 OK 然后呢接着就说我有 他自己家境非常好 他接着就说其实我很想投资 我有二十万美金的闲钱 那我不知道我应该投资谁 一堆人来跟他要钱的又被他杀掉这样子 所以凡是应贺他的 纪罗照来的 还有要来跟他借钱的 全部都被他杀光了 最后他就交到一个不错的男朋友 是一个加拿大人 然后他那天就是要来跟我说这个故事 再下一次我到上海去的时候 他就把那个加拿大人就找来了这样子 OK 我就看着他 那个人秃头又肥 难怪不会送裸照给他 But that's a good story 好 你跟你的partner两个人 都在网路上找到了你们的太太跟先生 那继续这个很棒的故事 我下面就是 问你当时CM Flower创立的时候 我会走进那家店 我告诉各位 他们多聪明 因为那个马路旁边 他就是对面就是建国花式 所以他们选了一个很对的location 或许买花的人就会喜欢CM Flower 也会喜欢里头的花器 里头的小东西漂亮 可是你要让人家走进店面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他把最漂亮的那种插花的 很大很大的翁啊 对不对 木器就直接就摆在马路上 对 那你每天要搬进搬出吗 不搬 也不怕人家偷吗 因为太重了 对 太重了 然后所以你只要走过去的人就觉得 哇 这么漂亮的木器 这么大的翁 这家店一定很特别 然后你就会walk in 这家地方 所以他就在那个大马路上 也不在乎风吹雨打 也不在乎半夜有人来偷东西 因此就有了这么一家店 那CM Flowers开始 当然一步一步很有名 到后来临着我的东西越来越有创意 我们后半段讨论创意的事情 我前半段要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你的朋友跟你说 你干嘛就在那边送话 你可以插话 然后你后来在所有的过程中 你不曾会有自卑感 你知道我们有很多人 他总觉得我学历不够好 我出身不够好 所以就会有自卑感 为什么你没有 好 我没有自卑感 这件事是我老婆告诉我的 她在网路上面留言的是 全部都英文 因为她在国外读书 英国读高中 纽约读大学 然后在日本长大 所以她会三种语言 而且是流利的 所以她认为说 她在网路上交友 最起码跟她一样要 比较国际化 所以她用英文介绍 对不起 她所有的英文介绍里面 我只认识几个单字 所以我用中文回她 她说她想要去柬埔寨 因为我喜欢柬埔寨的阿曼酒店 所以我认识柬埔寨这个英文 我就回她说 我喜欢柬埔寨的阿曼酒店 然后就贴给她 她就开始跟我留言 然后后来 她还是习惯用英文打 那我就要赶快 把不会的单字翻译 所以我回她回很慢 在那个时候 那我就会问她某个单字说 这个什么意思 她说她愣住了 她说那个再简单不过的单字 我居然问她那什么意思 所以她说 她后来跟我交往的时候 她说 我怎么完全没有自卑 然后我只告诉她 说 我不懂自卑的意义是什么 我只懂我不懂的事情 所以我都会去问 那所以她就觉得我很怪 就是我所有不会的东西 我都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那我 我自己后来有发现 就是 可能我其他会的东西 多过我不会的东西 那我自然而然就觉得 不会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 那我人生一直认为 我不喜欢完美 我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我一直认为 完美这件事情 在我生命里面是 处处存在的 所以我不追那个 所以不完美的事情 对我来讲 是理所当然 那我就不会自卑 所以钟永 其实你不是一个 家境富裕的人 然后也不是一个 一般所谓的什么 出身特别好的人 出身没有什么不好 就不是特别有钱的 有背景的家庭 对都不是 然后你也不是 从小功课最好的学生 对 然后你跟自卑 你不只是没有缘分 你根本不知道这两个字 你知道这两个字 英文怎么写吗 不会 你知道自恋怎么写吗 也不会 好 OK 连这个字都不认得 这个很好 OK 也不要教你了 但是我想我们在场 很多同学 你们会被这种情绪 不断地打扰 对不对 就说 比如说你 一个女孩子照镜子 你觉得你自己不够漂亮 所以你可能 有些东西可以 有些东西不行 然后你时时刻刻地 都在用镜子里头 外界的眼光 在检视自己 用父母给你的 或社会给你的价值 不断地在考试自己 我后来发现 很多人的人生 一辈子都在考自己 都在考自己 严格 那个考是 baking 知道吗 就是烤 烤面包的烤 就一直在烤自己 然后这个烤呢 把自己烤得 我美一点 我就很骄傲 我丑一点 我就很沮丧 然后那个 骄傲跟美 对一个人 其实都是负担嘛 你完全没有这个过程 完全不会 我第一次跟我 你从哪里生出来 老婆 约会 约会 就是第一次网友见面 这个好特别 我也要听 我是开公司的那个货车 去约会 他说 你的车是这个 我说对啊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 然后他说 他想喝果汁 我就说 我知道那个 临森北路 有一家卖那个 什么 什么地摊的旁边 有现榨果汁 他说 是喝这种果汁 我说你不是要喝果汁吗 后来他才转说 还是要去一家 咖啡店 然后那里有果汁 我说 对哦 这也是果汁 所以他就一直 对我的状态 他说 我怎么会 完全都不会做 那个表象的样子 我说 其实我已经做了 就我至少 那个打扮 稍微注重了一下 他说没有 你那天的打扮 真的很土 就是他觉得我很怂 可是 这个我要问 我们在场的同学 女同学好了 女同学举手 大家好的女同学 如果你今天在网路上 跟一个男性约会 或者 有人跟你介绍 你要去跟那个男的约会 他开了一个 公司的货车 送货 来 然后带你 说要喝果汁 第一次约会 也没有 你有带花吗 没有 也没带花 你会跟这个男人 交往的举手好吗 但是先决条件 当时在网路上 沟通的时候 我已经告诉他 我住在山里面 而且有一个很像意大利的 农村的房子 我也贴了 山里面的照片给他 所以 我先拥有了这个 所以 货车机的事情 可以被ignore 是因为先有一个 imagination 有一个想象 不是吗 欧洲的电影里面 我人生最爱的 看就是文艺爱情片 所以所有 那个文艺爱情片里面的 男生 在农妆里面 我觉得都是 开着农庄的货车 然后 对 但内心是善良的那一块 所以你们 还好你没有牵一条牛 从农庄里头下来 给他开 这才是 法国的农庄故事 所以我们现场 没有一个女的 要跟他date 没有 对不对 这种类型 可如果他先 把他在五指山 好漂亮的风景 就是现在 食养山坊 在戏纸那个地方 对不对 把那个地方 很漂亮的风景 跟家里的样子 先PO给你看 你对他有了想象 然后你 再看着他货车来 我觉得 他们会觉得 你是骗子 你会觉得 他是骗子的举手 好不好 就先看着那个风景 再看着他开货车来 我可能会怀疑 你是不是 陶铁人的胸皮 乱搭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 对不对 你还会跟他 约会的人举手 你在这里 不太受欢迎 没有 其实我跟我老婆的缘分 真的非常奇妙 我老实说 那是一个 不可思议的状况 到前几天 我跟我老婆 都还在聊这个话题 我们从网路认识的 但是你知道 我在他19岁的时候 我就看过他了 我在摆地摊 我在忠孝东的那一家 Fridays门口摆地摊 那他是那个餐厅里面 开门的那个女生 而我说我隔壁赚12万的 卖衣服的人是他哥 所以有一天 他从那个餐厅里面走出来 叫他哥的时候 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撒住了 因为他真的好美 真的我没有骗你 他真的是美到 我就跟他哥说 你 就我们讲 比较粗俗 就我说 你后来 他怎么可能是你妹 因为长得完全不同 那他那个时候 又跟我讲 他说你别想了 他还告诉我说 他的男朋友是谁 他乱讲 反正我也不知道 谁会看 他男朋友是黄冠宗 就Beyond的那个 对 所以他就是以前的那个 曾经走过演艺圈的那个女生 他有拍过电影 主演那个 麻将就跟张震一起演电影 所以他那个时候 就是我心中觉得 哇 怎么会这么美 就这样子人生就美了 我们的人生就错过了 最后我们在网路上认识的时候 我看到他的照片 我不知道他是他 因为他没有用漂亮的照片 但他只是在介绍他的工作 我们就这样认识 然后我告诉他 我有开花店 他就跟他的周遭的朋友 说他在网路上认识一个怪怪的男生 然后就贴他的花店 还贴他家的照片 他的花店叫CM Flower 就他哥跟他姐就告诉他 哈 阿勇耶 不就是以前摆地摊那个阿勇 完全 其实他在跟我见面前的时候 他说他已经知道我是谁 然后他还在装不认识我 这根本就听起来像诈骗集团的故事 所以我跟他约的时候 我也认不出他 然后后来碰到了 他说去咖啡厅喝咖啡的时候 经过 他说他们家以前在那里有开一家店 然后我才望着他说 我认识你哥 他说真的吗 怎么可能 然后就这样装装装 就这样 然后后来他又说他哥跟他讲 他姐跟他讲 他哥跟他讲说不可能的 阿勇怎么可能会是你现在有兴趣的男生 然后他姐说 可是他还蛮认真的 就听说他跟那个谁一起创业 开一家花店 但是好像就是这样 那个谁的婚礼也是他做的 大概也没有听到我什么非乱七八糟的事 所以后来我们就 就缘分就这样发生 很不可思议 我发现他们对你的感情世界比花艺有兴趣 因为这实在是太诈骗集团 太好笑了 OK 我们从这个离 台湾离一开始 就说其实一个人 他的人生里头 对他来讲 没有什么东西叫做 unlimited 他也不是属于 我们听林中央讲话 他不是属于那种 像郭台铭跟他订话 像郭台铭这种派胸脯 我一定可以做他怎么样 我什么什么 我可以 但郭台铭这样也很棒 OK 人家称他叫做 成吉思汉 他就是代工厂里头的航空母舰 成吉思汉 他有一次跟我说 有人称我叫做成吉思汉 我说是 我家里有一只狗叫成吉思汉 OK 然后来看这个花财 你在使用花财里头 其实也呈现出来 你不曾给人生设限的一个特色 这个真的是很漂亮 可是原住民 他们其实以前有台湾离 然后这些台湾离 他们就是拿一点点碎碎 来变成健康食品 可是你怎么会想到 把它做花财 有些人一直在 针对我的花艺作品 有一些疑问 尤其是同业 就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他有讲说 在我的花艺作品里面 看不见太多的技巧 跟想要传递的意义这件事情 都只是单纯的 不就是那个材料挂在上面 那这张照片 到底要传递的是什么 那我每次都跟他讲说 我每次跟同行之间的交往 虽然不多啦 因为我不喜欢跟同行交往 对 主要远一点 因为我觉得那个观念有点不同 我想要表达的是 我觉得我们创造出来的美 是原来它就美这件事情 我从不想要去扭曲一个 我还不知道它美不美的东西 那如果它本身是美 我对它的那个自信 就跟我的那个自恋 跟那个不自卑的那个部分 完全跟我性格一模一样 我本来就是阿佑嘛 我为什么要包装呢 那你本来就是台湾离嘛 那你为什么要扭曲呢 也就是说 我很自信的会认为 大自然在我眼中美的这件事情 不需要包装它 那只是有人问我说 那你又不包装 你凭什么销售它 然后要赚那么高的差价 你的条件是什么 我就说 我不包 不改变它 不代表我不能够让它 再有美丽的衣裳 所以我喜欢空间 我觉得在一个空间里面 用对材料 那个空间变漂亮了 它也有自信 所以我看到大自然 我说哪里美 我们就去哪里的原因是 就都一模一样 就是什么花漂亮 我们就用它 但是 所以我看到台湾离的状态就是 它在农田里面的那个美 我只要拿对地方去展现 别人就会很容易地认识它 那我就 大致上的作品都是这样子 这次真的很漂亮 我们再下一页 单纯的样貌 再下一页 对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双善绝 这个是我最近在做野花店的时候 在阳明山的山里面看到的一个状态 其实我很感慨 老实讲 我跟文倩也有分享过 我觉得我的美学都是follow别人的 我一直是从小在学习中 学会一些 认识很多事情 认识很多行业 然后认识人 然后听别人的声音 然后重新再思考过 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第一个我有被单纯的那个美学打动 我觉得好美 好野性的大自然 好美 我就拍下来 那拍下来之后 我很好奇的是 它到底是什么绝类 因为它跟我平常看到的美学 欧洲传来的美学不一样 所以我一查到它叫双善绝 它是全世界只有冲绳 台湾菲律宾 太平洋沿岸的这种冷冽的冷风 吹过之后又是亚勒带的气候 遗留下来 冰河时期遗留下来的 台湾的一个稀有的绝类 那一个瑞士的植物学家 曾经在网路上留言过 他来到台湾 看到它活体的时候 他感动到说 他认为他一辈子 不会见到它的真面目 因为欧洲没有 所以他在台湾感动 那我就重新问 美是什么 美是从欧洲说它美 我们就follow说这个美 还是我本身自己可以看见 自己美的东西 可以大声地告诉世界 我觉得这个好美 然后让别人来看 所以我就发现 我时常用Pinterest 或者是Google 要找属于台湾的美学的时候 都没有那个美的画面 我就发现 为什么没有 因为我们不po上去那个照片 我们不看不见自己的美 对 我们都是在看别人的照片 我们自己不会把自己觉得美的照片 po上去 所以我就告诉人家 我们可不可以 大家把自己认为的 自己这块地方的美 po上去 让世界的人看见 这个东西很美 所以我就越来越觉得 同样的东西 我只是转换 就是我可以把欧洲的美学表达 让台湾人买单 那我现在可不会用台湾自己的东西 也让台湾人买单 甚至卖到国外去 所以我就觉得 台湾美要自己能看见 它本身其实像一幅 很特别的油画 在下一页 我这个太特别了 这我每天都要吃 我看了就好害怕这样 介绍一下 对 这羞愧嘛 这在菜市场的时候 那个摊贩每一天卖它的时候 就这样子排 那我就很好奇的想 问 如果这个是米其林主厨 排出来的美学 它就是美嘛 那菜市场 阿尚排出来了 它就理所当然 所以我只是拿相机把它排下来 然后告诉它 美其实存在于日常生活里面 你们知道到日本 最高级的一个京都的餐厅 那通常是 那是一个日本的外相的官邸改的 那家叫朴 就是朴亭 朴就是朴瓜的朴 所以它上面外面就画一个瓜 叫朴亭 他们把这个当最高尚的料理食材 然后它给你喝的水 就是把这个 它割 秋葵 它先割 割开 它割开里头不是就有粘液吗 泡在一壶水里头 京都的水 京都的水都是琵琶湖下来的水 特别干净 所以京都的南禅寺汤豆腐 才会那么有名 就是因为它的水质很好 然后它把它泡在水里面 是对人体最养生的东西 然后他们对这个秋葵 我们从台湾去 去到京都 我舅舅说这鞋子冲上 应该付好多钱 一克 算起来台币快要两万块钱 日元是十几万 然后呢 满桌 他就说给你喝一个很高尚的水 然后就拿一个非常 你知道日本人就是这样 我那个 舅舅受我外公的影响 因为他1945年出生 那我外公都会跟他讲 以前日本人 怎么欺负我们台湾人 怎样怎样 所以他就很讨厌 我们全家哈日组 都是没出息的家伙 他绝对不去日本 后来我就给他寄书洗脑 我就给他寄风尘秀吉的书 又给他寄知田信长的书 那这些都跟后来日本人 欺负台湾人没关系的人 他就爱上了京都 就被我骗去那里 尤其那两碗 在京都的时候 他还是心里有挣扎 用自己的冲伤 这些小日本 他们一点小东西都骗我 一个秋葵 放几个什么高尚 什么贵东西的 就是这个秋葵 他就是像你讲的 他用个好漂亮的木盆子 然后摆得好漂亮 然后呢 再来一个很美的精致的壶 是透明的玻璃 然后呢 里头就一刀 银制的刀 割一个 然后就放到水里头 然后泡一会儿 再把它倒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杯子里 说这是很高尚的一个水 我最后就是这些冲伤 但是有道理吧 有道理 有道理吧 我们再下一页 好所以我就开始带同学 你看都用台湾的那些自然的植物 做作品 然后我做完之后 我就问同学说 你会花钱买我们自己做的那个吗 他们说会 然后我就说 你看我们的作用 就是把平常你看见的东西经过你的简单的包装跟创意 它就会成为一个有价的东西 我把我所有的know how都交出去 也有很多的同事问我说 那我不就是把我所有赚钱的本事都传递出去 然后我就说 我觉得很好 为什么 因为当更多的人可以把美呈现的时候 台湾就会更要求 更挑剔 美学就会理所当然 那那个时候其实我内心真正觉得自己的那个部分 才会被更多人看见 所以我就说我很有自信 不会被这些交出去的学生给打败 那我说如果真的我那么轻易的可以被打败 那我人生也没有资格可以继续走下去 所以我说这是我的特体 不代表我不能传出去 下一个 你把一个mini cooper绝上了这花 那mini cooper是后面 而且是蓝色 那是温道的车 那后面通通都是绣球花 对不对 对 都是绣球花 好漂亮 OK 再来下一个 这个永生花 从你开始 可是现在到处都有了 对 那我记得那时候 我在斯坦福尔地看了永生花 对 然后呢 对啊 所以后来我就鼓励很多人说 棺材为什么不放永生花 因为这代表一种forever 那你当时的永生花 从你们开始就变得很流行吗 对 第一次认识这个材料的时候 其实有两集 我是一个喜欢自然的人 所以对于这种 很像是木乃伊的成品来讲 其实有点排斥 因为它有点不自然的 它有人工的那个在里面 就是我反过来又问我自己 假设 我就时常会问我自己 假设我不是一个这个行业 钻牛角尖的那个观点 它到底漂不漂亮 那我就说 它漂亮 所以我就在想 我卖的是什么 我卖的不是 不只是我认为的 呃 呃 观念 其实我卖的只是一个 要让一般的人 能够轻易地先接触 就是生活上可以先 在意漂亮这件事 美这件事情 那不管它生不生 我都觉得不重要 我不是一个老师 我不是在教别人 那所以我看到这个作 这个花的时候 我觉得基本上它是漂亮的花 那只是我对永生这两个字 我很感冒 我就觉得永生是什么意思 就木乃伊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我不喜欢 那我就取了一个名字叫恒星 就是我觉得它还是会死亡的 只是它比别人长 比别人久 那所以我们就叫它恒星花 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来看看 CN的恒星花 何不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名字 跟代名词 就后来我就开始用了 用了一年多之后 我要去申请恒星花 他就不准 他说你怎么证明那是你取的 那然后开始Google就很多人都用 那我说你看吧 我当初在做决定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就跟我同事讲 我说你看着我一定有办法让这个名称那个 只有我们做到 但是这个名字现在就不是我们的 对 只是我就很喜欢 你为什么做玫瑰而不是做牡丹 这都不是我们做的 这都是有牡丹 有牡丹 这都是国外的 因为牡丹很难得 国外做的嘛 对 它做起来的那个花瓣会 它牡丹太薄了 那个花瓣太薄了 所以你会看到它的那个皮肤的状况 所以那个牡丹花就比较 不好看 没有像玫瑰花 对 还有我们下一页 这也是 对 OK 三个颜色 浅蓝 再深一点 再更深 再下一个 WOW 这个是一个你染色的 对 蓝色的菊花 菊花嘛 OK 在伊林大五 W Hotel 好 W Hotel OK 再下一个 WOW W Hotel 再下一个 你用蒸笼 蒸笼 去插花 对 这个把两个我们最传统的元素 跟很美的东西摆在一块 对 就下一个 这个是我今天要给大家特别看 前一阵子在我生日的前后 我收到了他的照片 他当然不让我生日 送照片而已 你送了照片给我 这是他 我是很喜欢那个 我觉得这几年 人类最大的发明之一是 在屋顶上插花 你曾经告诉我 你有个愿望 想要很喜欢市东市场的一个小花点 你想要改到市东市场 当天是在广播节目上 我就没有跟你讲 其实我对你有一个期许 市东市场现在觉得自己很漂亮 对 我觉得它不够漂亮 那我非常想让它的整个屋顶都是蔬菜 如果那个屋顶可以倒掉蔬菜下来 有高雷菜 然后那秋可以是弄成一串串串下来 我真的不是开玩笑啊 那你那个很漂亮的萝卜白色的倒过来 然后萝卜中间还可以透个光 对不对 把圣诞灯光在里面 整个屋顶还有红萝卜 然后白萝卜 然后还有橄榄菜 还有高丽菜 它还有一属属的叙叙这样 你不觉得它整个屋顶 如果可以把它变成横蔬菜 然后整个屋顶全部都是 那个整个屋顶就很干净很漂亮啊 你觉得呢 加上我们前面的台湾礼 我觉得其实我 我每次听到朋友会分享一些 自己的想法的时候 我都会鼓励说 我觉得可以实现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 每一个人心目中的那个画面 实现出来一定都能打动人 因为它一定是打动了你 你才会说出来 那我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 其实每一个人的心中的美的画面 都不一样 那我就越来越不坚持 我要做我的那个样子 所以像这个作品 其实是学生 同学自己挂上去的 那我只跟他讲 我说你觉得你挂跟我挂的会有差别吗 他们说会 那我说那不然这样子 你们来挂好不好 这个作品我来带 但是你们挂 那我不改你们的 你们我们来看看最后美还不美 你用了哪几个 你用了海域 我用了三个 一样台湾梨也在里面 然后绿色的 海域 然后飞燕 飞燕草 对 飞燕草 所以这几个花材 原则上第一个 我突然发现我还认得很多植物 对 他很爱插花 他有跟我说 对对对 飞燕草 那我就发现就是 春天很多人会问我说 配色 就台湾对色彩敏锐度不高嘛 除了文献之外 我是说真的 台湾人不怎么敢用颜色 包括我在内 那我就会讲 我就会讲说 为什么台湾对色彩的敏锐度不高 我只能老实说 我们的大自然没有那么多色彩 我们的春天没有几个颜色 对不对 我们的冬天跟夏天 颜色也差不多 所以我们的大自然 没有教会我们用颜色 然后我们的大自然开的花 都是鲜艳的 所以我进亚洲大学 第一个印象 刚刚第一个印象 哇 全部都是麒麟花 会刺的那个 对不对 然后上面很像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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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Kitty的那个 橘橘的那个花的形状 你们仔细去看 那个 麒麟花的花形 就是Hello Kitty的那个橘橘 那我就说 台湾的花开出来 都是鲜艳色彩 那我们喜欢的颜色 颜色都是欧洲的颜色 淡淡牙牙的 那台湾没有 所以我就说 我觉得跟大家分享的 学习的模式是 跟大自然学配色 所以我就说 我只要说 在春天 真的春天会开的花 闭着眼睛去买 春天哦 那你说香蕉花 或者是什么热带的花 它一年四季都开 我说那个剔除 世纪开花的剔除 只有春天开花的 闭着眼睛买 你怎么样把那些 全部都放在一起都美 然后学生不相信 然后最后我们就说 你看这就是春天的 那个地区会开的花财 我说你只要把它用进来 那个配色都美 所以我就说 它才是我们的老师 我全世界的艺术家 都跟大自然学习 所以我就说 我们跟大自然学习 你会在他身上学到很多 你学到的 不见得我学到 那你就可以创作 跟我不一样的世界 但是我们都会是在 自然的下面 那我觉得台湾就会变漂亮 所以大致上 最后我们做出来就是这样 有点太漂亮了 我觉得在这里吃饭 可能看觉得花还更漂亮 可不可以在那下面睡觉啊 可以 眼花下风流鬼这样子啊 死也好这样 好漂亮这样子啊 对不对 好美啊 再下一张 就是他们所有的学生合照 一张 对 它上面你就是搭 其实就很简单 搭了一个花架 搭了一个花架 然后大家就往上把它绑起来 对 就把它绑上去 对啊 就真的二十几个 二十多个同学 就大家就自己高兴 绑哪里就绑哪里 然后我就想 我就说 你认为一个所谓的花艺师 他应该是自己 听自己的方式 做完那个作品 还是可以让大家一起 我说通常 我的朋友有讲 他说我们怎么可以 从三个的人的创业的花店 到六十个人的花店 花不是很自我的吗 然后每一个人就说 林总绒你有名 所以你做的花最美 然后我就说 我告诉你 情人节 我送我老婆的花 都是我买我同事插的 那你觉得 我是敷衍我老婆 还是真的肯定 我同事插出来的花是漂亮 那我说 真的我认为 我同事插出来的花 是漂亮的 所以我才买 我好奇问 你那个 后来找到 纽约大学的Port 当老公的那个人 他到今天 到底会不会插花 他就 牡羊座就跟他差不多 所以我认识文确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讲 我说很像 就是他认为他会插花 然后他也很爱花 但是他每次插出来花的时候 我就说 嗯 我有感觉到你的心情 所以我觉得 是一盆 很像你的花 就这样 我的心中词 大概就是这样心 那你觉得好不好看 就大家自己开心就好 有人愿意买他的花吗 会会会会 所以他插出来的花 很有那种生命跟奔放的那个性格 所以他都会吸引同职性的客人 对就觉得 哇 我觉得好自由哦 这样通常是这样 但是他Sense很好 所以他买 看花看很准 所以他看你也看得很准啊 我觉得他的性格就是看人跟看事都看很准 就真的直觉性的那个 只是他就说他的手没有我巧 所以他就会很认同我的技术嘛 那我很认同他单纯的那个眼光 所以我觉得会一直走下去到现在 他的家庭 我的家庭都很和乐的相处 我欣赏他老公 然后他老公跟我们 帮我们一起完成某些工作的时候 回头会跟他讲 他说 我觉得钟勇真的很厉害 大概就是这样 就那个关系真的很微妙啦 就是彼此两个家庭之间 一起成就我们的事业 然后到目前为止都非常非常的和乐 那我觉得我很感谢我的老婆 你到现在还回去住在五指山那里吗 现在没有了 现在五指山已经变成了食养山吧 结果你就后来又去弄了另外一个房子 对 所以我就跟我老婆说 对啦 我们就结了婚之后 我跟他讲说我们要搬下山 他就说我骗他嘛 他说我怎么用那个房子来吸引他之后 最后结了婚说要搬走 那我就说你相信我 你喜欢的应该是我不是那个房子 对 我又很有自信 后来你还是 后来我就说我一定会再回到山上 所以你现在还住在 偶尔住在金瓜市 偶尔去金瓜市住就住在山上 偶尔下来 那你的partner住在哪里呢 他住辛亥捷运站了呢 所以他也没有去住在山下 她不是那种人 他没有 但是他就会说 那你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我的梦想 他就反过来 他就说你看你名也是你啊 然后什么光环都我啊 现在大家都觉得我很了不起 然后他只是一个默默的支持者 所以他就叫你要去给他搞一个房子 就是基金 他会说对 所以我们去宜蘭看农地或者是什么 他说你要帮我看哦 他说这也是我的梦 我说我知道我知道 大概是这样 就是很好笑啦 就是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 其实没有得到最多的钱 这件事都没有 所以其实刚刚有问说 我比方说买房子的事情 因为我没有得到钱这件事 我问他说你要不要买房子 他就跟我说买房子 我觉得我只要有一个可以自己住的房子就好 我没有得到那个部分 但是因为我人生的满意 跟自己的那个状态 我讲我一直跟我老婆最大的在分享 每一天几乎都还是说 真的好开心跟你在一起 OK 如果你到差不多我的年龄 快要到60岁 对 我今年满59 还没到 真的到了 我那天每一个人都来祝我生日快乐 我就跟他说不好意思 还差11小时 过了一会我就说不好意思 还差7小时 分秒必争这样子 真的到最后 后来大家就说 那我们陪你守夜好了 而且我还很丢脸的 是在世界周报回人家 你知道吗 世界周报在Facebook上回人家 我也敢 然后我就跟他说分秒必争 还差多少多少多少的 之后我就一直守夜 那我偏偏偏我妈是在半夜11点57分生我的 我就跟他说 然后可是我称称称到11点45分之后 实在太爱睡 我就说算了 就认了 60岁再见 这样就承认了 你到我这个年龄的时候 其实人的体力是不好的 有些人会觉得说 平均年龄呢 现在越来越高 所以可能80岁 可能几十岁 然后呢 他想要第二次创业 像郭台铭是这样 像我们亚洲大学的创办人 蔡长海是这样的人 有很多人这样 那可是你的人生哲学会是什么 像我的人生哲学就觉得 我60岁59岁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离棺材还有几岁 这很重要对不对 我离摇篮出生的时候几岁 It doesn't matter 因为我如果只能再活到65岁 我就只能活6年 我如果活到80岁 我就还可以活21年 我活到90岁 我就会有大麻烦了 我要活很久很久 那我的钱已经可能被我花光了 懂我意思吗 好 我就还要活31年 What an amazing 这样子 OK 所以我的人生是倒数 可是我并不知道 我是倒数几年 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说 人过了45或是50岁开始 你的年龄已经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还要倒数几年 那我们每一年都在倒数啊 好开心啊 19 8 7 6 4 21 Happy New Year OK 我们人生就是 Happy Ending Life 就是你就是 生命就终结了 但没有什么人用这种倒数角度来看岁月 那我是 我是一个完全很直视死亡的人 然后不是说我不害怕死亡 我很了解我已经离棺材 远比离摇篮近太多 所以我到过了50岁我就觉得 我已经靠近棺材很近了 那多近我不知道 那我也不知道言论网长什么样子 那我也没办法跟他打pass 也不能做公关 也不能请CNF老送花给他说 等我一下下 这样子 不要太早找我去 然后找我的时候 可能我钱花得刚刚好 所以让我死 要不然家里没有钱 就是活下来也很惨 然后钱没有花光 沦落到别人的口袋 然后没有花完 这也很惨 这样子 所以最好死的 恰如其死 就是恰如其时这样 但是偏偏你不叫言论网 他也不开 他也不开选民服务店 他也没有办法做任何的internet 你也不能跟他交友这样子 你这Google再厉害 什么东西云端都垂不戒然 就找不到言论网 所以你到 假设你现在43岁 你的人生 你觉得哇 钱我没有赚到 但是我算是满意的 因为离你21岁创业 然后或是离你之前 做一个快递的送花的人 你一切都在往上走 我问你一个很残酷的问题 因为这是跟我同辈 或比我小一些的人 我看到了共同的人生状态 就是如果你的人生 一直在往上走 走到45岁 它突然停了 因为幸运之神会眷顾你 可是就像你的儿子的一样 就是人生有的时候 没有任何道理 你就会碰到逆境 不是你做错了什么 然后到一个时候 它就会停住了 那幸运之神可能就眷顾另外一个人 有的人甚至从出生开始 就没有幸运之神 那有多少人会appreciate说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有这么多的幸运 然后这个幸运 我把这个括弹用到一个程度 本来它就不会继续幸运下去 但是人慢慢慢慢 往阶梯上往上走 是很容易的 那接在那里就觉得我很满足 假设停在那里呢 假设从那里 还要往下走一点点呢 很多人我看到我身边的朋友 我身边朋友大概都有这个状况 就激进崩溃 然后呢 它崩溃的方式 眼线出来的可能 它就舍不得放掉自己 可以拥有的舞台 然后就激进本事地 去抓住自己的舞台 所以原来可爱的东西 就变成不可爱 对 然后很多东西就会开始不满足 然后对金钱的欲望就不可控制 那时候其实是人性的很大的考验 你觉得呢 我一直以来到现在 我认为我都是幸运之神眷顾我 就像文倩说 我在遇到小孩子的事情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我人生 最无法接受的状态 但是我知道我的人生 不会只有一个 那个状态会发生 一定会有 就是我父母亲目前都健在 而且过好多关 所以还健康 那是我没有把他体会死亡 这件事情的状态 那反过来我的老婆 就我没遇到的她都遇到了 所以她就会觉得说 我的自信跟那个从哪来 那我说不出来 后来我发现 可能就是因为我无忧无虑吧 我都没有去担心 不需要担心这个 这是老实讲 我自己真的遇到儿子的时候 我发现我比我老婆脆弱多了 她更敢面对这些事情 不服输的要去找寻答案 跟解决方式 所以我儿子才找到了治疗的方式 然后我们勇敢去面对 所以我发现那个时候 我比她 我是脆弱的 但是我真实地告诉我自己 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 但是我想要学的是智慧 我的同事有告诉我 他每天跟神在求的是开心 那他的朋友说 哇 你的愿望好大 这开心这件事好大 那我就告诉他 我求的是智慧 因为我说如果我知道 我得到智慧 所有东西我都会开心 那我就说我遇到我儿子的状况之后 我重新反思 当你遇到了所有的问题 都用智慧去思考的时候 你应该不会去怨你失去的 你会重新看到你失去的东西 其实是你特别人生会觊览的 那你都能够过关 那我还是有讲 我相信不好的事情 一定会降临在我身上 只是我认为好跟不好 是我认为还是你认为 我想智慧会告诉我 我会认为它是我人生中美好的一切 所以我相信我的人生 应该可以用未来我的智慧 不断不断接受挑战 还是维持我乐观的性格 然后我需要正向的朋友圈 给我最大的支持 我觉得应该会走过去 中文你可能并不知道 我大概在三十几岁有人问我说 你的愿望是什么 当你老的时候 我以为老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当我老的时候我的愿望是 我可以开一家花店 我可以开一家花店 然后花店里头有一些书 然后人们可以走进来 然后我可以有一些狗 然后大家在里面喝咖啡 whatever都可以 就是开一个花店 就是我人生的愿望 当我老的时候 结果你在很年轻 你实践了一切 对对对 你实践了一切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以为说 你在老的时候 你不用再去为某些 你并不是真正那么喜欢的东西去 拼命 你懂我意思吗 疲倦 努力 你可以人生 每天都跟最美的东西在一起 跟你心爱 然后最好在海边 然后看到海浪 然后有一个花店 其实是神经病嘛 谁会去海边卖花 黑咖啡就别不出去了 然后开一个coffee shop 然后在里面有一个书 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受到一个 Hemingway的小说的影响 只因为这样 这就成了我小时候的一个愿望 这样子 那Hemingway的小说 你们现在比较年轻的人 可能不像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那么爱看Hemingway Hemingway的小说里头 就是写有这么一个故事 它是在海边的一个coffee shop 然后呢有一个老人 每天都去 每天都去那个coffee shop 然后有一个女的 waitress就是女的侍者 天天都给她一大早 她就来看报纸 然后就给她送咖啡 她从不看那个女的一眼 然后总共每天都去 去了快要12年左右 去了12年以后呢 有一天 那个女的放咖啡的声音 跟平常不一样 那咖啡就动 放下来 蛮吵的 结果她就很自然 就抬头看了这个女的一眼 那个女的就跟她说 先生 我明天开始 我就不来这里工作 但是我最后一次帮你担咖啡 我只想问你一件事情 你为什么从来不看我一眼 我帮你端了整整八年 每天每天帮你端咖啡 你从来不抬头看我一眼 也不给我一点笑容 那个男的看着她 流下了眼泪 她说 当她很年轻的时候 她是一个水手 然后她有一个 很漂亮的女朋友 就长得跟这位女侍者一样 后来 她去了很远的地方 遇到了传难 她在别的国家被救起来 但是 传回来的消息是 她已经死了 之后呢 这个女侍者就很伤心地 嫁给了别人 等到她在回来的时刻 这个女孩已经有了小孩 有了别的先生 然后 她就搬到了别的小镇 在小镇找到一个 也是海边的一个咖啡店 看到了一个漂亮的女孩 她只是 看到这个女孩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她 永远忘不了了这个美丽女孩 但是她觉得她自己年纪很大 而且在那次的传难的时候 她失去了半条腿 所以她觉得她作为一个残疾人士 年纪很大 她没有理由 也不够资格去追求这个女孩 因此 她每天都是来看她的 但是假装 她其实根本不是来喝咖啡 她就坐在这里 每天都感受她的存在 然后她才跟她说了这一段真话 当然海明尾也不会给我们 Happy Ending 因为只有韩剧才会嘛 如果是韩剧就会说 我当场的Gale 这样子 我就明天就不嫁了 这样子 没有 就海明尾小说就到此为止 所以我就因为她的小说 就觉得我应该去海边 开一个花店 因为我觉得 哇这Coffee Shop太无聊 应该要开个花店 哇你刚才告诉我 台湾梨上面可以挂很多台湾梨 这样子 那其实也不用卖花 就是花本身就是它的Decoration 没几天就可以换换花 当老的时候 你觉得你不太需要 为你的人生再拼命点什么 然后你有足够的经济的后盾 那你就可以不用在乎 这个咖啡店是赚钱还是赔钱 能在那里 然后每天写一首诗在墙上 然后放最好的音乐 然后有很好的书籍 然后每天每一个礼拜就推荐一本书 然后办一个朗诵读书会 就是我小时候说当我老时候的愿望 那你全部几乎都实践了 很多人来学花艺的同学 都有一些些人是有开花店的梦想 就是老实讲 我有带过一些 以前我们公司的同事离开了 后来成为花艺老师 他们也在教课 那他时常会分享 所以说如果你想要进这个行业 你要想清楚 这行业不是你想象中的这么 这么那个开心的 就是不是这么容易的 这个行业很苦什么的 那我每次听到他分享这些事的时候 我都会重新问自己 我现在也在教课 那我怎么跟我的 喜欢这个行业的朋友或同学说 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这个例子 那我就说 我永远都会告诉人家 这个行业比你想象中的容易开心 因为我坐了一条开心的路 那你问我有没有遇到挫折 那我说挫折都在啊 我不会比别人少 我的员工离开了 有人就说背叛 我说背叛是什么 我离开以前的公司的时候 我也背叛他吗 我说我从来不认为这样子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所以我不认为这是有什么了不起 我说那还有伤害 就是有些客户倒闭 就是你收不到他钱 我也是说你当初给他欠钱的时候 你就要心理做好准备 他有一天可能会发生 那还有健康的问题嘛 那还有家庭的问题 还有同事之间 合伙人之间的关系 我说我通通没有一样比别人少 只是我还是很好的过我的行业啊 那我也有做过一年下来 营业额很高哦 老实说我们应该是全台湾 营业额最高的花点 只是我们不想要被人家讲 因为我没有要上市嘛 我不想要被提 但是你问我尽力多不多 我不高 那很多人就会来检讨说 你这样子很辛苦耶 没有必要 那我就问他说 那你认为必要是什么 对 我觉得这就是我一直 不喜欢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变成一个大花点 我的责任很大了 我插花的时间没有 我反而都要做行政管理的事情 你问我讨不讨厌 我不讨厌 因为我觉得人生可以学 行政管理的花意识有几个 就我耶 所以我又觉得超酷的 但是学得好不好 学了我未留的同事 很优秀哦 他已经是最好的 那个插花的花意识 结果他不瞒我 他觉得我管理模式 好像就是针对他 然后他失望他离职了 哇塞 我也好难过 我跟我老婆讲 我老婆说 你怎么会没留住他 我说我也不知道耶 但是我觉得人生 好像就是这样耶 就是有人会不懂你 你也会误会别人 然后发生这些插曲 但是我不会因为 这样子的挫败 我说我也跟我的合伙人说 当初三个人开花店嘛 如果有一天 最后又变三个人 甚至我一个人 我告诉你 我还是会笑笑地告诉你 这一条人生 我走得很精彩 那我就说花是这样子 我会被花吸引的原因 不是因为它永远是美丽 我曾经一直告诉花的学生 你喜欢牡丹 牡丹是最美最艳的那朵花 你知不知道牡丹 比较没有香味 你会不会嫌弃它 没有浓郁的香味 再来 你会不会嫌弃它 一个礼拜之后凋零的状况 如果你会 那你不是爱大自然的人 你只是寻求假象 你心中梦想中的人生 我喜欢花 是因为我能接受 它凋零的时候 比别人还要惨 还要丑 那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因为我跟他们一起相处 所以我相信 我会用大自然的状况 看待人生 我也会用大自然状况 看待我所有遇到的一切 所以我会告诉我自己 我没有悲观的权利 因为我做的是花店 我传递的是情感 对 谢谢她的分享 而且谢谢最后的这一段话 你真的喜欢花吗 你以为所谓的美丽 就是它盛开的时刻吗 当你理解一朵花 它不只是这朵花 它交给别人的时候是情感 它留在你家的时候是美 是陪伴 是它把生命里头最好的东西送给了你 然后有一天它很丑了 你好不犹豫地把它丢到垃圾桶 它默默接受一切 你如果可以理解 花了生命的所有的过程 那也就是我们的人生 谢谢林宗友 她是一个最理解 什么叫做美的人 我们感谢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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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所有的同学 听到铃声响 仍然留下来 你的路一点都不孤独 恭喜 谢谢 谢谢所有的同学 谢谢 谢谢 谢谢林宗友老师 以及陈文贤老师 给我们那么精彩的一个下午 谁说只有昂贵的花财 才上得了台面 就像老师刚刚说的 大自然里最平凡的花草 都可以放进你认为最重要的场合 今天的文切讲堂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下午的聆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